01世界胶原蛋白之父布兰特J.Brand博士说过,皮肤的衰老过程,就是胶原蛋白流逝的过程,衰老的外代表现体骗在体内胶原蛋白的含量,随年龄逐年增长逐年下降,从而导致着干燥、皱纹、棕齿、下垂、肤色暗沉、敏感肌肤,那代表现为细胞对DNA变异或缺损的修复能力下降, 02从而导致细胞衰老,甚至死亡,胶原蛋白生成消关剂因受到抑制,起氧化硬机对DNA损伤而影响起复制、准录和表达的结果,故而减少体内胶原蛋白的生成 02胶原蛋白进入体内可以引导少P细胞进入区村区,又导产生区化因子,促进自身成纤维细胞和成胶原和其他的细胞外间制成分 补充减少的胶原蛋白,盖酸皮肤劳化现象 目前市场上有许多胶原蛋白产品,包括一美级的内原胶原蛋白肤料,如何赋美、可力金等 这种肤料或者面膜可以达到保湿、补水、缓解敏感肌不适症状、兴腹术后损伤等作用 那么除了表层使用胶原蛋白产品,想要皮肤深层补充胶原蛋白 延缓衰老,改善毛孔、细纹和肤色,提升面部年轻化 还可以考虑吸收素率更高的微针疗法 03微针疗法又称中培层美容疗法 是利用定位针杀许多微小的针头刺激皮肤 在很短时间内,微针可以做出超过20万个微吸管道 定位定层定量的将护肤活性成分或营养成分直接导入到皮下组织 多种营养剂活性成分迅速被肌肤组织吸收发挥作用,从而产生效果 产品吸收效果是普通涂抹的 4000倍以上,微针疗法可以明显提升胶原蛋白吸收素率 可以说,微针疗法与胶原蛋白产品是真正的黄金搭档 西安质子生物及克服美发明单位2018年重磅新品 Humanlike内人胶原蛋白修复肤料外形 该产品应用微针疗法将胶原蛋白原液导入真皮 可起到补充胶原蛋白,提亮肤色,缩小毛孔,淡化细纹的作用 临此,小节以下,通过微针疗法倒入类人胶原蛋白 使胶原蛋白更快进入真皮层 起到补充胶原蛋白,提亮肤色,缩小毛孔,淡化细纹,减轻色尘的作用 文心提示,丛林,医学博士,毕业于第三军一大学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